大家好,我是何一 今天要带来的动漫是全员阿修罗 灯光辉煌的街道里 一位看起来与周围格格不如的大叔 三下看到有两个男人走进一条后巷里 看他们的架势好像要打上一架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三下躲在墙后默默观战 他觉得和那种壮汉打架 对手肯定会小命不保 壮汉觉得眼前的男人实力不如他 还说他是疯了才敢来主动挑衅 只见我们的男主 王马用着不懈的语气 满眼挑衅的让眼前的壮汉放马过来 壮汉一把车烂衣服 他的身材撞得像个守护绳一样 如此可怕的肌肉让三下更确定王马会输 壮汉衣服一丢 实则快速来上一拳 王马连着夺上几拳 壮汉踩碎玻璃踢向王马 趁他挡下时一脚踹下去 可怕的力量轻松就把水泥枪踢破 壮汉让王马别四处乱窜 还没说完就吃下重重的一拳 愤怒的壮汉冲上前又挨了一脚 仅凭两击攻击就让壮汉受了伤 壮汉再次挥起拳头 王马车身一朵接力让他的手臂拖旧 见壮汉海不服输 王马单方面的吊打他一顿 再补上一脚结束了打斗 三下看得嘴多合不上 抱着尊敬的态度问了王马的名字 两人知道彼此的名字后 王马还问三下是不是要打一架 三下怕的呼吸都变得困难 尽难的表明没想打架 王马失望的离开 三下探坐在地上打口打口的呼吸 三下大叔今年56岁 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人 他从不喝酒赌博嫖妓 但就在那一晚 三下第一次去找了小姐 自多是出于至宝的本能 在感受到生命处于重大危机后 为了延续后代播种才发生的性行为 只是他本人没意识到 三下在一所出版社工作 56岁的他却对着年轻的上市鞠躬哈腰 社长突然造访 说是有个特别的人要见三下 画面来了集团总部 要见三下的人正是集团会长 第一次见到大人物的三下已经涉涉发抖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长要特地见他这个小人物 会长问了三下一个问题 解决冲突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会长一连说了好几个办法 但最有效率的就是使用暴力 三下都听闷了 会长开始解释 1715年的江湖时代 商人街的流血冲突是家常便饭 为了争取成为王室的供应商 他们用尽各种暴力阴险的方法 来把竞争对手踢出上肩 导致一连串的暴力行为遍及各处 最终连上人都控制不了 第七代将军德川家旭 召集所有商人下了一道命令 若想解决纠 就必须光明正大的决胜负 暴力因此有了持续 商人组织了一个协会 每当商人间发生利益冲突时 就通过协会举行比赛 规矩也很简单 双方各派出无力高强的斗技者 代表商人一对一决战 直到出现赢家 会长的主线称师协会成员之一 能有今天的成就都多亏了他 而且现在商人还是奉行着 这个传统的对战方式 以此来解决冲突 三下觉得会长是在开玩笑 但会长的脸色十分认真 不像是在开玩笑 将希望托付给斗技者的拳头 就是拳言大赛的真体 公司最近为了某项权力 要和别家公司比赛 但原本的斗技者却无法参赛 会长因此雇佣了新的斗技者 正式打败壮汉的王马 会长召见三下的原因 正式要让他来负责照顾王马 三下都懵了 我好好上个班 怎么就突然要照顾斗技者 会长其实也知道是王马打败了壮汉 还刻意没告诉秘书 丘子为何要让三下来照顾王马 三下就这样无端端接下这个奇怪的任务 三下本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每天做好早餐 放在大儿子建姜的房门口 那从国中开始就把自己关在房里 一直到现在 两夫子上次见面时还是在三年前 三下另一个小儿子是个混混 去年高中错学后就很少回家 一回家也是为了偷点钱来花 妻子更是在十年前逃家 三下唯一剩下的东西 就是还会还清的十五年房贷 可怜的三下坐上高铁 来到王马所给的地图到一处郊外 看着眼前破旧不堪的房子 三下抱着怀疑的态度推门进去 结果竟然看到楼梯后面见出雪花 三下小心翼翼来到楼梯旁 一转头就看到满身失血的人 吓得他以为是个杀人犯 听到是王马的声音 三下还以为他受了伤 没想到他身上的血是来自一头野猪尸体 三下问他干嘛要杀猪猪 王马淡定的回应是为了活下去 无论文明多么进步 人的天性都不会改变 陷阱社会享用着最终产品 却没意识到真实存在的流程 我们杀身禁食才能像王马一样生存下来 王马突然察觉不对劲 大门被猛的踢开来 两个穿着帽衫的男人走进来 走在眼前的男人脱掉帽子 三下认得他是最近很出名的俄国踢拳道选手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方究竟为何而来 往往面对两个敌人又该如何意义击破 请尽情期待下一集 我是何一 和我一起走进动漫的世界 请尽情期待